不是睡觉的生化浪费宾品门市 买兵的人客是来去去 我们没听过 大家站住宾几头前一来看一来逛 逛到盆地更严重 都很好吃 我今天是刚好路过 有刚好有看到就进来了 我比较喜欢那个米糕 还有咸的啦 有吃过这个味道还不错 生化浪费宾品门市 烦恕的这个冰鸡的口味割 达到二十多种 温的鸡的还有各种水果的口味 算得是吃得完 今天红豆鸡的那边 跟米糕王来人市街市商品 鸡鸡的口味 更加是夏天才吃得到 有红豆、花生、牛奶、凤梨、芋头 然后咸冰鸡的话就是 咸冰鸡杏仁、蛋黄、乌梅 然后像我们现在就是当季水果 芒果冰鸡 而且我们芒果冰鸡销的超级好 因为我们全部完全是只有芒果 不添加任何奶类的东西 也就是说它吃起来芒果就是超级浓郁 一支冰鸡销 15-20元的冰鸡冰鸡 因为減育用料、品质和微信 所以说在夏天是买到啥啥处 在冰鸡新鸡的冰鸡 品质有够不准 但是有一些冰鸡 因为无聊关系 有些看来去购 不过消费者 我们可以来吃 像今年水果就是起起了 但是我们 虽然说已经有涨价过一次 但是以这次的水果的价钱的话 我们还是有保持在同样的价位 就是回馈给客户 但是我们的品质不变 其中比较比较高的雪糕 因为做不出来 客家园的时候买不到就会收起 因为雪糕 我们这边超畅销 但是因为他们现在并做不出来 所以就是雪糕就是一直没办法做 就是欠客人就是拖了一个多月有了吧 对啊 然后就是我们雪糕是算这里蛮畅销的 以生化浪费品品问题 不是这种的口味的品质 人必须要经过到生菌素 丁丁丁 过来和严格的严严 在这边缘无聊挑战 竟然是这么多 卫生不怕这口 品质有过不净 在夏天提供到的 因为口味销素病变 给民众做酸跌 这也不怪夹这青春时 天气同样的噗噗噗 南天新闻 等一下生化彩虹不得